今天是3月10號 10年前的3月11號 是日本福島核災 對人類社會造成了很大的衝擊 除了災害的場面令人震撼 很多的社區家庭因為核污染而被迫搬遷分離 直到今天 核電廠周邊仍然有部分區域 因為嚴重的污染 災民到今天都沒有辦法回家 那2011年福島核災的震撼 不僅衝擊了日本也衝擊了台灣 那麼家園不能重返 家人被迫分離 福島事件的畫面很傷痛 讓台灣人感受到核災是如此的可怕 也在那一年的8月 民進黨在十年政綱當中 正式把非核家園的主張 落實到我們現實政策的規劃當中 那福島核災發生以後 反核式的主張漸漸變成主流的輿論 那不要再有下一個福島的棋子 經常懸掛在大街小巷 2013年的反核遊行也是空前的規模 那麼在反核的這條路上 有很多人在為理想奔走 那我想大家都還記憶猶新 在2014年反核民意高漲的時候 我們當時的黨主席 是我們現在的蘇貞昌院長 他去拜訪馬前總統的時候 心情急切 距離力爭 在盡頭前是真情流露 2014年的4月27號 馬前總統才終於在和 南營的縣市長會上之後 順從民意宣布核式封存 那麼歷經了數十年的努力 台灣的社會的進步的力量 終於爭取到主流民意的支持 把爭議不斷耗費拒之 而且時間非常長 且難以評估跟管控風險的核式工程 把它擋下來了 那2016年民進黨變成執政黨的時候 在演時候的能源主張 我們就必須落實在執政的每一天當中 那也是從那個時刻開始 我們啟動了能源轉型 讓綠電激起直追 那光電開始有效率的推動 離岸風電廠從無到有開始興建 全世界再生能源的廠商 都感受到台灣推動綠電的決心 也帶來大規模的投資 那麼在能源轉型的過程中 我們不僅要追求電量的足夠 也希望發電配比能夠符合國際趨勢 那當然燃煤不符合 敬零碳排的趨勢 燃氣也成為堅固穩定供電 和減碳減空污的能源選擇 那麼最近受到矚目的第三接收站 也是因為有這樣的趨勢 那麼開始落實推動 那麼我們在2016年執政之後 我們大幅修改了全政府232公頃開發的面積 現在只剩下原規劃的十分之一 那大家剛剛也聽到 鄭文燦市長的報告 那麼這幾年來我們中央地方合力 投入了包括關心藻礁在內的 桃園27公里海岸保育 那麼接下來我們更要規劃成立基金 針對全台多處的藻礁 推動系統性的保育工作 那我知道社會對三接站的議題 仍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但是我必須強調 能源轉型是我們共同的目標 這不是路線之爭 千燃氣和藻礁是減煤、減空污和保育之間的權衡 是環保和環保之間的選擇 所以我們會要求行政部門跟黨公職 持續和關心的團體、朋友溝通 保護家園是我們共同的使命 我們的目標一致 只有選擇實現的方法 我們或許有一些不同 因此請大家不要相互攻擊 不要相互傷害 保持著一個理性、努力溝通 那麼我們一定可以共同尋求出解決的方法 一起度過能源轉型的這一關 那另外我也特別注意到 最近重啟核式的聲音又出現了 我必須明確的告訴大家 核式絕對不是選項 第一個原因是它的安全不可行 福島核災之後 核電廠耐震標準已經變得更嚴格 核式過時的設計早就不符新的標準 而且台灣位於地震帶 核式周邊的斷層危害經過調查 也一一被確認 潛在的風險是不斷的在增加 尤其是我們臨近的台北市跟新北市 都是人口重溢區 萬一發生事故 後果是不堪設想 因此核式的兩台機組 一號機是沒有完全通過 應有的測試就封城了 二號機甚至還沒有蓋完 根據監察院的調查 為了勉強進行一號機的測試 二號機有1700多項的零件 被拼湊到一號機去 工程上的風險也是令人憂慮 第二個理由是 這個核式將會耗資廢時 而且是不可行的 要重啟一號機 因為廠商已經解散 設備也停產了 所以不僅要跟總顧問 重啟新的合約談判 過期的設備也要太舊換新 再加上地質調查的重新評估 以及立法院預算的審查 耗資巨大 礦日廢時 更不要說核廢料的處理跟存放 到今天都還是一個很難解的問題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 即使排出萬能 但核式兩台機組都發電 發電佔比也只有大約在 百分之六點五左右 但是在目前我們的光電的發展 中午的尖峰的時段 太陽光電的佔比已經超過了百分之六 那麼另外 風電也是在全力的追趕進度 那麼透過全力的推動 我們能源轉型 光電風電的比重逐步的增加 大約在五到六年的時間內 再生能源可以佔比可以達到百分之二十 再加上燃氣取代燃煤 也可以同步達到減碳 減少公務的目的 所以我要請各位理解 能源轉型的工作 一定要加緊來推動 有幾件事情 我們要來做 來趕上進度 第一 要跟上淨零盤探的趨勢 今年的元旦的時候 我已經要求行政部門加快腳步 歸納整理其他國家的 減排入境 方案跟做法 並且啟動跟民間部門的溝通討論 第二 我們要更新我們 綠能發展的目標 國家能源轉型的總目標 不會停在2025年 我們因應環境變化 設定新目標 檢視並且投入新的技術 幫助我們推動減碳的成果 台灣現在正在轉型 能源轉型的關鍵時刻 政府團隊不僅要跨部會一起努力 更要結合政府 市場跟民間的力量 爭取更多的支持 讓再生能源的發展能夠更順利 我也有信心也有能力 帶領我們的國家 讓台灣成為國際能源轉型的模範生 也希望我們大家共同一起來努力 謝謝大家 謝謝